那我這次主要是我自己做完台北市的議員投票值 那這個專案是從立委投票指南過來 因為立委做完了以後 就想說開始做各縣市的議會 那因為縣市議會總共二三十個太多了 我自己一個人做不完 所以就來找大家幫忙 那我在做台北市的時候我就發現有很多問題 比如說那個台北市議會 他可能同一個人他生日會不一樣 像那個蔣奶昕 他就是在三十六年出生以後 在三十七年又再出生一次 那其實這個東西就不是只有一個 所以說像立法院他也有一位立委他叫張校妍 他在第六屆的時候改名為蔣校妍 然後他改名為蔣校妍 所以說我就很難用一個人的名字去決定說 這個人到底是同一個人 那後來就說就要找一些方法來注意這個問題 所以說後來就找到一個國外的 一個叫Malice Society的一個organization 還有提供一個服務 那其實還是有很多 現在還找不到一個確切的方法 但是我就是希望說 能夠像這樣子把這個政治人物 他的career都顯示出來這樣子 那我們以後可能他要選舉 可以看他說他以前當過什麼 有過什麼紀錄 好那這次來黑客送 有一個台中的開始來做了 那他台中還不錯 他議員啊議案啊會議紀錄 在他的那個官網座提供 那也有新北的那個HKL做 也是提供的還蠻完整的 議員議案會議紀錄都有 那另外那個walking ice他苗栗人 然後苗栗 就是沒有資料 沒有其實不是沒有資料 他有提供這個資料 另外就是他告訴你議員的名字 跟那個大頭照 那我怕大家可能還沒有 不知道就是這個議員的話 大概在做什麼 其實議員他在議會 他也是要做一些 針對一些議題做一些表決 比如說可能他們有人提案說 要刪一些預算 那他們也要去投票說 到底要不要通過刪除 或是增減這個預算 那有一些比較更地方性的 比如說有關都市更新的議題 那他們也可以自己提出來 當然市政府他們自己也會提出 像這個都市的發展局 他們也會提出他們自己的 有關都市更新的一個提案 這大概是議員他們在議會 大概要做一些事情 那我當然這邊也會做一些 就是大概統計啊 比如說他們表決出席的狀況 像這話 我都沒注意到 就他們可以出席 沒出席到過半 然後 像他們也 我有做一些多檔投票的統計 那這個今天是那個Data Science 所以說我想說 因為我另外做一個叫做金錢報 這是用來追蹤公職人員的財產申報 就是其實我們比較高級的公職人員是他們是需要 從民國82年以後他們就要申報他們的財產 那我這邊有做一些數位化整理了 那比如說你想要看一個人的財產 那目前我碰到比較大的問題是很多人想要看他們股票的限值 那他們申報的時候只需要申報四值 欸 只需要申報 面額 面額 對就是十塊 所以說很不準 那 目前 資料大概長這樣 他們申報股票啊 然後 像這個 或者新台幣就是 他用面額十塊去算 那就是歡迎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 我剛發現我還沒做API 我晚上會把它做上去 那你可以在關於這邊看到API 有興趣的也可以來這邊做一些分析 那那個立委投票指南 也很高興有設計師覺得說看不下去 那畫面實在太醜了 所以正在做那個拉皮的工程 謝謝